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个 One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 叫Depth Control 它有点类似于我们CounterNet里边的Depth 那我们可以给定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提取这个视频的深度图 并且指导或者叫控制这个视频的生成 那为什么说这个特别有意思呢 你注意啊 它可以生成各种各样的东西 如果你要是不会生成的话 你出来的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看一下非常的诡异 是吧 也不好看 那如果你要是会生成的话呢 你生成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 它还能生成什么呢 我们叫做NSFW的内容 这个我都得打码 所以说呢 你会发现它有很多使用的技巧 那下边呢 就看一下这个技术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Depth Control 它的爆爆脸的主音 它的名字呢 叫Y2.1 Control Lauras 那其实呢 就是以CounterNet的形式呢 来进行Lauras的一个实现 那么这个有点像那个Flex Tools里边的 这个Laura的形态 这个我们待会再细说 大家可以在Files End Version里边 然后下载Depth Control Lauras 那同样呢 它这有对应的工作流 那之前呢 其实我们也用过这个Tile 这个呢 也是在开发的 所以说呢 回头这将是一整套的这个Laura 后边肯定会有看练啊 各种各样的形态的Laura的生成 你要想用这个的话呢 它不像Tile那么简单 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一定要把你的Config 更新到最新版 如果你不更新到最新版的会有问题 那么我曾经最初呢 是想尝试在云平台上给大家做一个测试 大家可以通过Rending Hub点 AI进到这个云平台 大家看到我这给大家新建了一个 这个工作流 这工作流呢 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现在打开它呢 它也是可以用的 那如果我们现在去跑的话呢 会有问题出现 大家看到啊 如果说你发现你在跑这个工作流的时候 看到了这个错误 就是这个维度不匹配 一个是32通道的 一个16通道的 这个呢 就有可能是你的Config 没有更新到最新版 注意啊 我在模型啊 然后Clip和Ve都做了非常细致的检查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说呢 只能是Config本身呢 需要做一个升级 这个呢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做一个云平台上来讲 它里边有好多的节点 那整个的底层的Config的升级呢 需要解决各种各样的冲突 那作为Rending Hub呢 它本身更新的这个速度已经够快的了 就相对于其他的云平台来讲 但是呢 它依然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并不是说这个技术今天出来 它今天就能把它更新到最新版 那所以说呢 今天的测试 我们只能在本地给大家来进行 那首先呢 我们先说一下原理啊 刚才呢 我们在它的这个包包脸的页面上也看到了啊 就是它整个的机制有点像什么 就是Flex2的这个Laura 这个呢 是我之前做过的Flex2的一个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呢 其实就是一个Controlite的效果 大家注意啊 这是一个Flex的主模型 P8的 然后呢 我们会加一个Laura 你注意这个Laura我用的是Candy的 然后呢 这儿有Clip 然后你看它这个模式啊 就这儿一张图片 然后我们经过一个Candy的预处理器就会得到它的这个线条图啊 然后经过一个这个Instruct Peaks to Peaks Conditioning 然后作为条件传给Ksampler 这就是Flex实现Controlite的一个新的思路 而且是这个Flex官方提供的 所以说在Van这个模型里边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体系的Laura呢 也是沿用了这样一种方式 就用Laura去替代了Controlite 那如果它的反应非常好的话 那也许后边Controlite就不会出现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工作流 大家呢可以在Flex version里边 然后进到一点3B 然后Depth 把这个工作流下载下来 然后导到你的Confi UI里边就行了 大家记得啊 一定要把你的Confi UI更新到最新版 要不然呢会有问题 那下载下来大概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你首先要做的 当然调整Centro啊 把这些都选对了 注意啊这个选择FP16的 因为我们在之前给大家做这个万模型的改版的时候 给大家说过啊 就是FP16比BF16呢效果更好 然后我们看这个模式啊 前面呢基本上差不多 然后呢这儿需要调一下分辨率 比方说我现在用这个视频 它是一个标准的9比16的啊 所以说呢 我把它的宽高调成了480乘以820 长度呢给到了49帧 完了之后呢 你看一下这个机制是不是很像 Depth anything V2 其实我们要取一个深度图 然后呢 它把这个深度图呢 给它缩放到了和这个视频一样的大小啊 当然这个处理应该是必须的 然后呢 跟那个Flux的Country Night的Laura一样啊 它同样经过了这样一个节点 Destraft Peaks to Peaks Conditioning 那我们这儿写的这个提示词呢 是一个漂亮的汉服女孩正在跳舞 我觉得写的也挺好 是吧 然后呢 上面很简单 模型完了之后呢 加载这个Laura 然后你要注意 它在采样的时候 其实是分两步 这个是在模拟那个Country Night的 Start Percent和End Percent 那这个怎么做呢 很简单啊 首先呢 它用了一个Basic Scheduler 设定了一下步数 是25步 然后通过Sleep Sigmas 把这个整个的采样的分成两部分 前10步为第一部分 后15步为第二部分 因为一共是25步嘛 这种技术 我们在之前也给大家说过啊 我之前讲过一个超级加速技术 也是这样做的 然后呢 前10步主要是增加噪点 你要注意啊 所有的Sleep Sigmas 都是这么玩 前面增加噪点 后边降噪 你注意啊 前面这个肯定Atenoes是True 后边这个肯定是False 都是这么玩 然后有一些细节的参数调整 当然这个就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比方说这个CFG 它这儿是4.0 而降噪的时候是6.0 那这个就别问为什么了 那就是它尝试出来 这个是最佳的参数 前10步呢 主要是增加噪点的 然后呢 它把这个Output拿过来 给第二个阶段进行采样 后边15步呢 是专门进行降噪处理的 那所以说呢 这是跟那个Flux 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看一下生成的效果 但是不管这么讲 它的确是不好看 我又尝试了很多遍 它都不太好看 那你说这怎么办呢 所以说呢 这个关键问题在哪儿啊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在提示词这儿 这个提示词你写的不够详细啊 这个画面的感觉呢 就不够 这是一个文生图啊 所以说呢 这个提示词写了尽可能详细 你说那我怎么写呢 你可以有两种手法 我先告诉你最保险的手法 可以用这个 那这个跟刚才一样 前面都一样啊 这个我就不说了 我们就看这儿 这儿呢 其实我是用那个Florence 把这个图片给它连过来 有人说那你这儿会有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节点呢 这个我们待会来说啊 然后连过来之后 大家会发现 这个提示词呢 就是靠Florence反推出来的 那一旦它是Florence反推出来的 那它就会比较详细 那我们再来看生成的一个效果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那可以对比一下这个参考图 那就是我们现在用一个参考图片代替了谁呢 就代替了这个我们写的那个提示词 然后用Florence反推 那这个效果呢就会非常的棒 它的动作是由Depth来控制的 所以说呢大家掌握这样的一种处理的手法 当然呢这种技术呢是普遍适用的啊 那比方说我们看几个 我把参考图片都拿到后边了 我把它放大一下啊 大家大致看一下啊 这是参考图 这是人物 那这个是参考图 这个是人物 是不是都非常的棒 看这个 这是参考图 这是人物 都得到了非常棒的效果啊 所以说呢你只要采用这种模式去生成的话 得到的效果呢都是不错的 那我建议大家呢也是用这种方式去生成 如果你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比方说呢你希望生成一些NSFW的内容呢 其实这个呢也能帮你来实现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告诉你一个比较保险的处理手法啊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啊 我用的是LTX Video的Prompt Enhancer 这样一个组合 然后呢我把这个图片做了一个Human Segmentation 我这是取这个人脸嘛 然后这用了一个300的piling 然后把这张图片拿过来之后 你会发现啊 它现在只有脸和这儿一个部分 那你可以把这个调的再小啊 比如说我调到200 大家看一下200它离得更紧 当然100呢就更紧是吧 那现在呢就是这张图只描述人脸 然后呢我下边可以在这个提示词里边写一个 Beautiful Chinese Woman is dancing Beautiful face Detail face 这是一个我们引导的提示词 但是主要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现在只有脸 对衣服呢是没有描述的 所以说它出来的内容呢就没准了 而且这个图片这个NSFW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比方说呢我们现在来跑一个你看一下啊 别的都一样啊 我就不说了 所以我这用了那个什么呢 SRJ和这个Tcache 这样的话它会更快一些是吧 我们来跑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还可以啊 但是也有点的感觉是吧 你可以换一个稍微暴露一点的啊 比方这个 那下边呢我们试一下 这个脸有点小啊 给到300 对了有的时候会出这个问题啊 是说这个有两个设备啊 那必须在相同的设备上 现在是一个在CPU 一个在GPU上 这个没关系啊 你就再运行一遍就可以了 我们再运行一遍 好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就很明显啊 所以说呢 你会发现啊 如果你非要生成这样的内容呢 也是可以的 那同样呢 如果我现在不使用这个LTX Prompt Enhancer啊 这个东西 你使用Florence也是可以的 那技巧同样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现在呢 需要把这个人物给他切出来 只要脸这个部分 对衣服呢 别有太多的描述 所以说呢 很大概率就会出现这样的内容 但是Florence要好一些啊 或者要好很多 更加安全 但是这个LTX Prompt Enhancer啊 这个就比较危险了 这是大家在生成不同内容的时候 用到的一些技巧和手法 那你会发现啊 这个技术其实带给我们很多的惊喜 第一个 它生成的速度很快 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 来生成我们想要的内容啊 包括这种质量不太高的 那和高质量的 还有这种ASFW的内容 那都可以非常有效的去生成 所以说你会发现视频声称领域的这个生态呢 在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速度发展起来 所以说大家要紧跟脚步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